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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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想到又走了春天里的老路子 不少网友还忍不住调侃 王峰老师的歌又被别人唱火了呀 而在众多的翻唱版本中 云南黑妹鼓制撒族的歌声堪称一绝 就连围观的老大爷都默默地掏出手机拍摄 一看就是唱到了心坎里呀 果真是听得我热血澎湃 恨不得一下子踹飞重地的牛 自己耕上积木地的那种 而这首歌不仅在网上掀起过翻唱热潮 在影视剧中也展露过头角 就在2016年的电影《玄能炯霸》中 由罗金明饰演的父亲 为向儿子证明自己的能力去参加选秀 表演的曲目正是这首光明 只是没想到老戏骨罗金明老师 粗犷豪放的闪美方言 以及开局的唢呐 硬是将沧桑和摇滚完美融合 演的网友一片叫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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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虽然很多人说 曾汪峰老师一直被模仿 一直被超越 但也有人认为原版才更有味道 不管怎么说 这首歌的歌词 不仅是由汪峰一人创作 据说灵感还来源于诗歌 《相信未来》 妥妥的诗意满满 不过可能许多人喜爱的 还有那2013年歌手《弹烟》演唱的版本 相比原曲 它温柔动听的歌声更加深入人心 还记得当时的不少店铺都循环放过 那么节目的最后 再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你会听到我 赞美未来的呼 好啦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资讯 欢迎点赞 订阅下方音乐官方频道 我们明天见啦